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我屬於哪裡 Where is home? 對我來說 home is Taiwan 我不知道要怎麼解釋 但我家人在那邊 我朋友在那邊 我在台灣我最舒服 我在台灣我最自在 是今年10月我的居留權就要過期了 所以我必須要在今年10月的時候回台灣 我不需要台灣身份證 但我會希望我有那個權利回台灣 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居留權的故事 我覺得很多人認識我是因為 6年前吧 有上新聞嘛 然後有在在台灣去爭取我們的居留權 我現在呢 的狀況就是今年10月我的居留權就要過期了 所以我必須要在今年10月的時候回台灣 那我也在想說那就回台灣了 對啊差不多 故事從頭說起就是 我6歲的時候來台灣 我一半德國人 然後一半波蘭人 我爸爸德國媽媽波蘭 然後我跟我大弟我們兩個是在德國出生 我們來到台灣 那我爸爸有工作嘛 所以爸爸拿到居留權 那當然就是老婆跟小孩都跟著拿到 好 後來又再生了兩個 所以我總共四個嘛 我自己覺得我是個台灣人 我就是一顆蛋 我外面是白的 裡面是黃的 我一直都覺得自己是台灣人 我從國小國中高中 我全部都是跟著大家一樣 考大學 考職考考 反正就是 都考 從來沒有被加分過 但是我開始意識到 我是個外國人 是國中法 我那時候想要參加舞蹈比賽 他們不讓我比 因為他們說 你不是台灣級 我其實很受傷 因為我真的很想要比這個舞蹈比賽 但那時候就慢慢意識到說 我不屬於這裡 那我們的這種外國人的居留權 到一親只能到二十歲 二十歲之後就成年了 你成年了之後 你就不能再一親居留 你要嘛是工作居留 要嘛是學 學業居留 就學居留 那好我的話 我是後來就讀大學嘛 然後讀到大四之後 因為你要找工作的話 他的門檻又高 你外國人找工作的話 這個公司 他要聘你 他要保你 然後他要給你好像三萬八百 有一個薪水的底薪 所以那個對一個大學生 剛畢業出來 而且我是讀舞蹈系表演藝術 其實我們的工作不會是 帳班主 我們拿的薪水不會是死薪水 我們的薪水通常就是 你借一個case 然後有錢 那所以我那時候想說 Oh my god 現在怎麼辦 我不想要離開台灣啊 那後來我就延避 所以我就延避了兩年 因為你好像 你最多只能延避兩年 延避到兩年之後 就發現 欸 那延避完了怎麼辦 那時候很多新聞啊 還有很多記者大哥啊 大姐他們很幫助我 我在推這件事情 我有去移民署提案啊什麼的 因為這件事情其實不合理 我在台灣長大 你也不會要求一個台灣人 一出來就三萬八的薪水四萬吧 所以我就有去推這件事情 還有因為我弟弟他們 我兩個弟弟他們是在台灣出生 好我就算了 我六歲才來 算了 但我弟弟他們是在台灣長大 一樣二十歲不能一親 要嘛找到工作 要嘛嫁人 要嘛就離開台灣 就是這樣 呃 我就覺得對弟弟他們很不公平 因為對他們來說 台灣就是家 我跟你說我兩個小弟啊 小弟跟二弟 你要他去哪 所以那時候我們才開始在推這件事情 說推說可不可以移民署去寬容一下 然後 就是去看看這是在台灣長大的外國人 他們 好雖然是外國人 但他們 我們其實就是 台灣人啊 就長得不一樣而已啊 我覺得很感謝 兩個最小在台灣出生的 我覺得很感謝移民署 他們有一直在改善 我媽也拿到永居 我爸也拿到永居 但我跟我大弟沒有 因為 那時候我們的年紀好像已經超過什麼 什麼規定的範圍 所以我們沒辦法申請 所以我跟我 大弟就是兩個就是 整個在跑這個居留權的 那時候真的蠻受傷 因為就覺得 我到底屬於哪裡 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我屬於哪裡 因為我長的就是個白人 但是 我真的很台啦 可能多年前沒有那麼多外國人的小孩 在台灣出生長大 現在比較多 所以他們有在寬鬆 有在寬容很多 像是那時候我延避之後 他們有出一個條款 叫雷提娜條款 就讓我延三年 然後可以再延三年 但我現在 現在今年 已經 這個是最後一年了 到十月的時候 這個東西就過期了 所以我要嘛 嫁人 要嘛 在台灣找到工作 反正就是 好像在想辦法 人家問我說 你 Where is home? 對我來說 home is Taiwan I don't know how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但 我家人在那邊 我朋友在那邊 我在台灣我最舒服 我在台灣我最自在 我了解台灣人 台灣人其實真的很好 我知道 工作行事 我知道很多事情 但是如果你要我回德國 我會很 陌生嗎 是這樣講 我不需要台灣身份證 但我會 希望我有那個權利 回台灣 尤其現在疫情的關係 我沒有 我沒有居留證的話 我回不去 所以就是這樣 我越是旅行 我越喜歡台灣 當我飛了五年 我到處飛 If somebody asks me What is your favorite country I always say Taiwan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東西就是 當有人問我說 你最喜歡的國家是哪裡 我都說台灣 我一開始會答不出來這個問題 但我 我現在真的就會覺得 就台灣啊 我現在就是要嘛 反正就是十月前 我的居留證會過期 我要嘛找個男 老公嫁了 要嘛 找個工作 這就是現在的我的狀態 那 期待 未來 未來 帶給我什麼樣的 驚喜